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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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真的准备决你共度余生 真正爱你入骨的男人 才会告诉你的四个秘密 有些扎心 一 感情事 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从青春戏对女孩子的好奇开始 就马不停蹄地奔波在追求女友的道路上 感情让一个男人成长 会引让一个男人成熟 如果男人想决你共度余生 就一定会主动告诉你他的感情事 因为他知道 这是女人最在意的过往 最想知道的秘密 但这又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 最隐私的事情之一 因为它包含了快乐和悲伤 而且对一个正在追求的女性 坦白自己的感情事 对男人来说需要莫大的勇气 如果一个男人主动对你说了他的感情事 那他对你一定是真心的 因为他不想骗你 不想在未来因为这些过往影响到与你的感情 关于他的前任 局外人肯定只知道能看到的表面的事情 更多内情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如果他愿意和你聊他的前任 并且是很坦然的 很乐意的聊 那么他一定是爱你入骨了 有些男人不愿意谈自己的前任 女人虽然嘴上说不在意 不想知道 但其实心里还是很在意 很想知道的 如果男人愿意主动说起 那么女人一定很开心 也会很放弃 知道自己的男人对救世都放下了 包括他过去没有知道手的白月光 男人总是好面子的 他们也许会跟你说自己过去的恋人 也会跟你谈谈自己的初恋 但是唯独不会跟你讲 他曾经追求过的 但是却没有结果的白月光 因为在他们心中 白月光的确是一个不想触碰的地方 也不想告诉别人 但是如果男人爱你入骨 他们便会把自己内心深处 隐藏最深的那个白月光 都弹开在你的面前 让你去审视 能够说出来的东西 就代表已经放下了 不然永远埋藏在心底 它会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所以像你坦白白月光的存在 就是对你表示它的忠诚 二 家境 其实从男人的穿衣打扮中 就能看出对方的家境如何 但如果主动告诉你他的家境 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 都代表着男人想去腻的冲动 男人这种摊牌的行为 其实是在说 你愿意跟着我吃苦受累一起打拼吗 这是在给女人一个选择的机会 因为男人对你是真爱 所以早点摊牌 让你知道两个人在一起后 会面对的处境 告诉你如果能接受的话 咱们继续 我肯定会更真心地爱你 接受不了的话 好聚好散 我也不会怪你 这样的男人 哪怕真的经济实力不好 心里先想到的也会是你 所以对你肯定是真心的 如果男人愿意把经济大权也交给你 那就是真的爱你入股了 男人最大的秘密之一 可能就是自己的存款多少 经济状况如何了吧 很多男人没钱的时候 大肿脸充胖子 等到有钱了 又怕别人贪图他的钱财又哭求 这种男人真的让人无奈又无语 非常不真实 因此 如果一个男人能把自己的存款几何都告诉你 把自己的经济大权都交给你 那么这的确能够说明 这个男人是真的爱你 真的信任你 所以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 他不怕财产多少 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因为比起钱来说 他更信任你这个人 三 自己曾经做过的措施 男人总是想在女人面前展现出强大的一面 所以他们总是会吹嘘 过去的自己多厉害 现在的自己也不差 把气氛吹成十分 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了 但是女人也不会拆穿 只会静静地看着他们吹牛 然后再点点头 看破不说破 但是如果男人爱你入骨 他们便会把自己曾经做过的傻事都告诉你 尤其是在爱情中做过的傻事 男人都有个犯病的时期 在这段时间内 他们心高气傲 看不起一切 但是他也会做许多非主流的傻事 这些都会随着时间而封益 一旦他们告诉你的话 就是想向你展现一个最完整的自己了 人非剩下 孰能无果 每个人都会犯错 犯了错不要紧 重在于你敢不敢承认错误 面对错误 改正错误 错事不算是什么秘密 但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那是尊严 面子 他愿意抛开所有与你畅谈 因为你是他最信赖的人 你是他的知己 你是他最爱的人 所以告诉你 所以你一定不要辜负了他的期望哦 这样爱你的人 你一定要抓紧了 他值得你托付一生 四 规划 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都不一样 这是每个人最私密的事情之一 也是情侣交往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男人主动告诉你的他对未来的规划时 意味着他想让你提出意见 想让你融入他的未来 最常见的就是告诉你他想在哪儿买房 然后问你想住在哪里 最后根据你的想法实施 这样的男人 一定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娶你 因为他为了你改变了自己的规划 因为他尊重你的意见 更因为他的心里只有你 张小贤在 质疑忘了我的你中写道 从这一段到达他那一段 他身后的这段距离 隔着无法向他坦白的秘密 是他一生中最遥远的距离 距离产生美 女人因为秘密而更有魅力 这些都是实话 但是女人也的确希望男人能够在某些时候 坦白一点 坦率一些 这是他们的奢望 上述所说的这四个秘密 只有真的爱你入骨后 才会向你坦白 如果一个男人对你坦诚这四个秘密 那他一定已经把你当作可以牵手走过下半生的那个人 陷入真爱的男人 会每时每刻想着你 会主动告诉你想知道的秘密 会坦白自己的所有 会为你卸下自己的伪装 会以你为主 做出自己的规划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